2014年雅典奥运会的时候 王浩当时对柳成敏乒乓球的决赛 王浩特别的紧张 说当时蔡振华现在是副局长 说在场边一个点的提醒他 你喊一喊叫一叫 但是王浩都紧张的 就是这个都没有 对 就是释放不出来 从头紧张到尾 从而失去了一次机会 连续得分 气势打出来了 9比12 看来作为81队的队友 还是你比较了解他 告诉观众说不用太担心 虽然前面差了得差了7分吧 对 差7分 我觉得因为他本身 就像你刚刚说的 他现在这个年纪上面 或者心态上面 其实还是比较平稳的 只是他开局的时候 可能这个包袱会重一点 所以他现在也是 不要太着急 一分一分的 其实他这样的话 慢慢的去缩短这个差距 其实他自己也会比较 就是自己心会比较定 他也会知道 这就是我水平 我偶尔失误一个 也是正常的 那边刚才通过突击得了一分 缓解了汪欣连续得分的势头 在底线有点犹豫 这个球有点可惜了 对对 这其实算是一个机会球 而且这个线路 其实一般的右手 是打不太出来的 就是因为他是左手 而且他也比较习惯 打这个对角线 所以他的这个力度 其实还是有的 球界内 那位判断失误 从这样看来 其实场地上 应该是有一些测风的 今天其实比赛一开始 因为今天 青岛之前的几天 都比较凉爽 但是今天呢 太阳出来了 这个温度有所升高 在这个场 我一进这个场馆 就感觉到比平时要凉 肯定是考虑到观众 也会比较多 开了空调 这样的话 这个场地风向 是绝对会有的 就在这边出界 所以那边的时候 你可以往外 控制是靠边线点 这边往里一点 对 这个就是之前 为什么人家判断界外 其实它可能 就是有一点香蕉了 就是香蕉球 这种吹回来了 但这个时候 你如果还是按照 原来的正常的 这样去推 不改变一些角度的话 其实就很容易结外 而且这个点 今天汪欣已经 已经断 但是这个 说说你把这个落点 靠里边打十公分 说说挺容易 做起来很大 因为你平常的训练的时候 你已经习惯了 这个动作 基本上已经固行了 你要在比赛中 临时去改变 这个拍面的角度 其实有的时候 并不是说这么 容易的就能做到 其实这一段 汪欣还是控制对手 控制的比较成功的 其实场地上 还是能感觉到 对手是跟着 他的这个球在跑 只是刚刚那个球 他自己又太着急了 造成了一些失误 整个失误还是多点 对 他现在其实 不用那么着急 更耐心一点 可能 是他在牵制着对手 对 对方德文全是你送的 对 他其实已经能控制 对方这种节奏了 好球 抽点突击直线 杀的落点比较长 其实从球上来看 内威尔是拿他没什么办法的 之前在单向比赛 09年 10年和 今年4月份 都是在马来西亚打的 三战全胜还是有道理的 就是球路上 内威尔还是拿他没招 起码从目前来看是这样 现在之所以落后4分 还是在失误的环节 对 内威尔其实他有特点 可能不太熟悉的时候会 他的动作会很多的 就是给对手限制一些 但是熟悉了他的这种 其实他的限度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单调的 而且这种跑动能力 绝对的这种实力 还是不足忘心的 13比16还差3分 第一局的关键阶段 这个球动作隐蔽性不够 对 而且起球的弧度不够 他就是想着 我手上有一点停顿 对 希望你探断上有点困惑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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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